韓國瑜所造之處 熱情群眾處有上前 但在韓國瑜身邊 除了層層包圍自己的安全組人員外 最近也發現戴墨鏡全副武裝的特勤員警 陳其曼參加反客戶遊行 周遭也有表情嚴肅的便衣隨護警衛 越接近投票日高雄選情越緊繃 原本8月底警方派駐兩位特勤員警 跟在候選人身邊 每日一位輪班為安 到了11月5日開始則增加一位 都是年約三四十歲 身材精壯有精力的資深人員 他必須要有過於一般常忍的體能 跆拳柔道還有閃打搏擊格鬥 這些技術都是我們特勤 必須要學的這些應用技能 無論是熱情粉絲爭搶務手 還是抗議群眾出手攻擊 特勤員警都必須反應迅速 體能體積超群 墨鏡主要是遮蔽我們觀察的眼神 我們的腰帶還有配槍 不需要用到槍械的話 我們用比較刺激的武器 來做一個防護 除了配槍 警棍等隨身裝備 即卡四公斤重的防彈攻勢包 最近也常出現 重要時刻擋在候選人胸前 想大遊行五公里長 也要全程提在手上 即使拿到手痠也不能放鬆 在英勇的傾向背後 辛苦疲累一般人很難體會 尤其是競選造勢期間 場場都是體力負荷加倍的耐力考驗 記者蔡雙吉 多雲捷高雄報導 至少部通常期負荷碑 近處的雷攻勢 按讚地址